第一次坐巴士 車上很少人 計算我都是只有三個人 今天天氣非常好 我現在就去Centro 找到一個朋友 他就拿了一個Fanchise 開這個Profit Shop 就是開這個Profit Shop 然後他就說想開這個 中華門 唱法店 也看到有咖啡奶茶 所以我現在就去見他 以前他就是我本來都很空敢 現在他就拿了Facebook讀書 讀這個Vixway 非常之好 順勢都可以拿到這個Centro 也做生意 所以非常之好 現在我就出City 有一個 我過著的地方 就是這個 Tramside 出City大約40分鐘 我坐巴士 代表了解 其實情況 原來很漂亮 因為還是很陽 現在是早上的11點 對,11點了 出拍 其實我們來到Airbnb當中 這間屋是第二間屋 之前住的那間屋 就是在這個內街走進去 大約再走12分鐘左右 對,這邊其實都很方便 因為這邊呢 有很多買意的地方 還有前面有間R店 其實走去這個 Westfield也很近 謝謝 來看看 今天 昨天我和太太在聊天 如果在那邊找一個長住的地方 也很想找回野區 因為如果那時雷女在讀書的話 車子女女同學的距離都是駕駛10分鐘的車程就可以 還有這些距離是交通和交通都比較方便 還有人流比較密集一點 兩個東西有利又不太遠 人流密集一點 治安又不好 但就算沒那麼好 也不會差 因為始終在BISCO這些人就比較簡單 還有他們就順序一點 這些東西就再慢一點 雖然以前在City就沒那麼反話反名 他們最往都是落在商場櫃子 現在這裏都是在City 這條街呢 就是這裏都是車行 還有買一些酒車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 最重要是處理了Sentering Ban 還有一些註冊證明 那樣的事情 那這些是最重要是處理的 那剛剛呢 看來市民是幾個星期 那我離開的時候呢 就再租車 對啦 然後呢 就真的轉去第二大地方 還有有點大的能力 都非常好 那是一個time house 上面有三間房 還有i-tank 我最重要的地方 包括前面有一個露台 還有可以給我曬衣服 好 需要曬衣服 對啦 不過原來都要我 在40分鐘的車程 一路拍照給大家看 好了 我呢 就下車了 其實呢 這條的巴士呢 是上車都一次 接著下車又一次 那呢 現在下了City 在那裏呢 走多10分鐘就到了 當然啦 巴士路線可以告訴我 是可以坐另外一個巴士 坐三個站 但我就決定走過去 因為坐車都要5分鐘 再等5分鐘 那倒不如我走過去吧 這邊呢 就是City的另一邊 好 走過去 10分鐘 遇到一路走呢 其實呢 現在是11點40分 那這條街都是很安靜的 可能就未開始放午餐 但因為這邊是City 那所以呢 建築物都是比較多 雖然大廈 那Coffee Shop都多的 那我現在走過去 基本上沒有人戴口罩的 那他們說呢 其實呢 都難買啦 不是不想戴掛 那但是呢 當然啦 外國人呢 他們覺得戴口罩是很奇怪的 那其實我過來大概是 10天 那其實真的見過 在商場裏面戴口罩的朋友 都只不過是3、4個而已 好 沿路一直走 那他說走10分鐘就到了 嘩 繼續努力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我在家出來呢 都有一些班子直接到的 不過今天我錯過了一班車 所以呢 我就去搭另外一班車 嘩 後面呢 有一個很美的廣場 哦 讓大家看看先 yes 好 又繼續走囉 好 又繼續走囉 今天這裡更加 有一個transportation 對啦 開始放冷柱了 那些人 對啦 不去到再繼續走 好 我是 好 好 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